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最终和我对爱情失之交臂 纵使你有三头六臂 一个没办法幸福过活的人 和另一个人在一起 就能幸福吗 我已经醒悟 我已经通过 无助 深刻地返处过 我与娘子这段关系的意义 我已经无法离开她 命运已经给了你很多暗示了 我们无法想念 不曾拥有过的东西 幸福根本就没有宝典 只有蜘蛛为她一人 即便她出口成桑 我都依她 我要去找到她 我要等她 你可要想清楚 是来等她 还是等着放弃她 我要带她回去 这片大漠 可比你想象中更荒芜 行路更艰难 不是你想走 就可以走得出去 你先别管我了 快去公家 让我大哥好早做准备 我问小悠她们出没出事 请别安慰要紧 我没事 手的不过是皮膏之伤 再这样两天就好了 还好我带了金疮药来 先给你付完药再说 我真的没事 你赶紧走吧 你真是有异性没人性啊 看心上人有难 这不够自己的死活了吗 我说了你赶紧走啊 你是被打傻了吧 你不让我上完药 我就不走 这样 那你说说不清 还是我自己来吧 就你废话多 都是江湖中人 哪有那么多讲究 我是为你好 为我好 那就好好上药 免得你死了 你那大哥 还有那大姐 不得杀了我呀 来 别动 上药了 我说是不得了 你不得了 你哪有得了 我还能把你打拼了 你还能把你打拼了 你不得了 有点阳光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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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娘子 我来了 你还记得吗 这两颗额暖石 是你从池子底下捞出来送我的 娘子要我找 我就一定要找到吗 那是我唯一一次骗了你 却没有跟你说对不起的事 没事 娘子 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 以后也会一直都是这样 那你有什么事忘了 活着没跟我说的吗 那你 还记得小胖子吗 我记得他 他也喜欢娘子 而且有一点和我一样 只要是能为你做到的 他一定会做到 我一定会在这个地方 知道了好吗 我需要坐在家里 我一样就说 那我懂得对不起的事 优优头 那是什么你 那就像我一样了 不容易的 你怎么又回来了 怕你冻死 看你平日里有点刁蛮任性 一激动起来就浑然忘卧的样子 没想到还有这星系如水的一面 本小姐向来乐善好施 来都来了 上点心又不花本钱 你照看好自己 别随便撑不下去 我这儿就报兴趣 路上一定要小心 等我 我们回来找你 嗯 走 如果小修修知道 我想去找小胖子会不会 唉 远翰也迟迟不回来 我不能就在这里坐以待毙啊 余小姐 二庄主 我们家王子 有封书信要交给你 余小姐 我家王子另有交代 他是王子 而公家又在朝中为官 他不想跟朝廷有所牵扯啊 所以请余小姐 以圣衣派展门人的身份 按照江湖规矩前往 不必带上公家令 正好我也有一事要望是三王子 代我带上女儿 小姐 小姐 咱们就是那么走了 小三公子他们怎么办啊 放心 万一十三王子那边 有什么新线索呢 咱们就炫了说知道了 表姑 为何如此着急 去公家 回去吧 老板了 老不出事了 大哥 我本以为你真傻了 昨天在池塘边 看你盯着爱门主和大嫂的眼神 我就明白你是装的了 余小姐 我们叫王子盛在弹琴 请稍等片刻 待他弹完之后啊 再议 一盏主国为谁等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掠过落叶无流 转身一世几度深秋 前身难解相似的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公兄身体无碍吧 修访学的技能还没有得以施展 略有遗憾 公兄奇才呀 不仅武艺了得 连演技都能熟练掌握 等救回老婆 咱们好好够够信仪如何啊 等救下娘子定奉陪到底 驾 驾 如此情义 如气如素 闻者流泪 见者伤心啊 余小姐 是懂情之人 这情深里的悲伤是骗不了人的 你们下去吧 请坐 既是为阵势而来 为何就你一人 又王子呢 余小姐 果然快人快语 如此甚好 今天我便将沐云失忆之事 和暗影尊者是谁 一并告知于你 暗影尊者 你知道他是谁 余小姐 想必你一定想知道 我和紫月之间的故事吧 只是每次都是仓促相见 未能告知 我和紫月 便是结缘于这琴声 我和紫月之间 你不想再来 我不是想要 我和紫月之间 我和紫月之间 有多么的 我和紫月之间 想要没有 这事都会 看起来 你 我 政变失败 我已洗脱嫌疑 可紫月忘了 如果没有她 我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义 西贵妃将紫月的尸体交还于我 我本想与她共赴皇权 可宫中一个心腹太监阻止了我 并告诉我 有一种办法能够将紫月复活 并给我讲述了魔典的传说 我带着姑且一世的心态 用她的方法 将宫中一个犯了大错的宫女伤惨 下药已知继权我 如果生医派真能救活此人 那便证明传说是真的 你 你就是爱领尊者 玉儿 孙恩 话还没说完 何须着急 左证传说是真的 我便将紫月珍藏于极寒之地 保证尸身不服 我余生的愿望 就是收集摩点参障 获得复活之法 让她重生 天见幽怜 我只剩下最后一步 你一定会好奇 当时我在圣医派 不是身重俱德吗 可惜啊 你毫无察觉 那东莹归西之法 表面与凭死之态无异 我只相信自己 并以身射险 轻取顺序之命 你好阴险 用词不当 应当是富有灵甲 多谋善断 你约我来 难道就是为了告诉我 你抛弃至爱 荒诞变态的心路历程吗 过几日 公家和鬼域门 便会知道秘密 初与你和紫月 长得有几分相似 初与这种缘分 我不愿对你太残忍 有你在手 你的两位夫君 有了软肋 恐怕也不敢轻举妄动 衣冠禽兽 劝你住手 否则早日遭上报应 左使 你可给我看好了 这位于小姐 不仅外表长的喧嚣 而且平日性情 锅造吵闹 我平时好心音律 需要清静 两人 等等 我再问你一事 我爹 他获人事事 是否与你有关 你的态度好一点 等我获得重生之法 看本王子心情 也许会让你们父女相见的 带走 你个恶贼 你不得好死 我不会放过你的 猫捉老鼠的游戏 开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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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来晚一步 该死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你 好 好 大哥 沐云呢 绍绍 大姐呢 没就着 顾远寒 平安哥 你的伤怎么样了 不过皮游之伤 再一个两天就好了 大嫂呢 好 咱们分四面追踪 搜寻可疑印记 一有线索就发信号 好 我也通知鬼迷门徒 集结日马 一定把老婆叫出来 出发 驾 驾 好 好 快 好 咱们 跑 小姐 好多血 这次只是皮外伤 再有一次 恐怕是穿心而过 必死无疑 处理一下 有个活口 它还有很大的用处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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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我家小姐 尊主仁慈 饶你条小命 爱惜自己哦 可别死在这儿了 老是呆着 不然谁都别想活 小姐 我好害怕 你要是有什么好待 我该怎么办 原来不哭 我也害怕 就这么死了 是一样 是缺帮 我还没在这世界好好地爱过一个人 还没有留下一份珍贵的父母 但是现在 你我心中有了这两武器 在面上 甚至还没有 因为没有 你还是真的 没有 我在这边 可以 要是 干净 不? 尿电 我还没有 得到 你 的 不 天下无敌 魔教教主张恨 果然是 该师奇才 尊主 龚远修那边已经追来 我正等他们 等他们 有情况 上 你敢动 大哥 沐云 他来了 他没啥 他是装的 好 好 你先跑 我救娘子 娘子 你是谁 娘子 娘子是谁 娘子是谁 我是小熊熊啊 小熊熊是谁 娘子 忍着点 你会点疼 好 小熊熊熊 你来救我啦 我这只是行侠仗义 踢天行道 你可别有什么非分之想 什么非分之想 我只是非常想你 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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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老婆 你怎么了 娘子头受伤没有 头 头受伤了吗 没事 我答应过你的 不管发生任何危险 我都会在你身边 你不是一直和你家小姐待在一起吗 我 大哥 怎么了 娘子他好像不认识我 大哥 大哥 牧云他刚放出来 等一下你再问他 我们走 你看他找到死网了 看他找到死网了 我 你对我娘子做什么了 你觉得是什么 就是什么了 就凭你们几个 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一起商吧 我来 走 很多人 你 自己人 让人 你 爹的玉佩 这昆山运 这红色血运 只有爹的那块才有 娘的玉三 连圈角的痕迹都一模一样 大师哥的食药嬴针 大师嫂的耳坠 二师哥的玉纱 还有三师嫂的香囊 人说狡兔三苦 在你们来找我之前 本王实在等得不耐烦了 顺便就把你们两家人 都给抓起来了 人说脑子是个好东西 可惜你们没有 卑鄙的手段 不过你们大可放心 本王对待你们家人 又如菩萨一样供养着 衣食无忧 毫发未损 你们若执意再阻挠我 暗影阁大事 那可就不好说了 游戏可以继续下去 本王倒是也可以奉陪到底 哦 对了 鬼域门的路途遥远 本王还没来得及 照顾周去 鬼域门与公家行马做事 直水蒙松 同进退 共生死 很好 你们三人 果然情深义舟 本王甚是佩服 如果你们想好了 不阻挠我暗影阁大事 本王自然可以放了你们家人 而且你们三个 如愿过上神仙剧里般的生活 岂不美哉 就这么放他走了 三弟 两家人都在他手上 安慰难料 咱们还是从长计议 属下不立 还想追逐责法 这一次 全败在你手上了 我看你的无能 每逢初一十五就要八座一次 是时候做得了结了 孙主 该属下一个江湖不惯的机会啊 孙主 孙主 给我个江湖不惯的机会啊 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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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普 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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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在 你放心 行 怎么又是你 应婚不散的 娘子 我是龚远修 你相公 我是小秀修啊 养什么子 相什么公 修什么修 我还没嫁人呢 你不认得我了 认得 你这个仪表堂堂的斯文败累 第一次见面就把人强行扛走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知道 知道 你是圣医派余圣优 身边有沐云 还有吕小五 您我身边的人和驴斗人肉出来了 我知道你是谁了 你是村总统美容坊派来的奸细 娘子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们已经成婚了 虽然有修书风波 修书 你凭什么修我 就算是我嫁过给你 也应该是我把你给修了 名字里面自带修 动不动就要修别人 我看你就是人不如其表的茶 留我远点 现在立刻马上 不要动我动手动脚的 这里除了你没有别人了吗 刚才那个泪是晃卫男呢 让他来陪我 让我有点安全感 娘子 我想在这里陪着你 不行吗 不行 我想陪着你 不行不能不需要 你别激动 我知道你受伤了 你神志不清楚 我不怪你 你已安全在我身边 我已心安 无论你怎么对待我 无论你记不记得我 我都会一直陪着你 我都会一直陪着你 我去给你拿药 是筛给小悠的吧 小悠 你不是应该称她为大嫂吗 她像我这样叫她 明白了 你不用多想 你不要多解释 是 公家的少爷 都是情种啊 我说了 叫你不用多想 你大哥 为了让我老婆重新爱上她 不惜装傻 也真是个情种啊 为了小悠 不惜保兽抽筋扒皮 逆转修炼之骨 死情种 堪比比情种啊 是啊 你这么一说 我跟她还真像 不对 你大哥那是骗 我才不是 骗 她骗什么了 这一骗 她风病好了以后装失忆 为了保住颜面 竟向悠儿下了消除 这二骗 想悠儿若不能钟情与她 便开始装疯卖神 你不要重上我大哥 你有没有想过 她这些举动的初衷 都是爱她 并无伤她之心 我才说学浅 骗 就是骗 即便是打着爱的名义和旗号 那也是骗 好啊 如果大哥的手段是骗 那么爱门主的手段便是硬抢 冲愣 装无知 你明知小悠虽嫁入我公家 却强行卤她去鬼门与你共处 明知她虽以拿到修书 但人心兮我大哥 却装作不知其心整日纠缠 是小悠真心不顾 说得真好 口才不错呀 也对 你大哥说过 为了得到心爱的人 为了保护心疼的人 有时候就是要不择手段 好啊 那你跟大哥之间 就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了 现在这个局面 你觉得谁是五十步 谁又是一百步呢 那我看小悠心中的天平 倾向于谁了 不过眼下小悠 显露得不一定是真心 劝爱门主 不要过早掉以轻心 小看对手 谢龚二少爷点拨 可龚二少爷 你觉得幼儿是否连同你 一起忘却了呢 我何德何能 大嫂能将远海永鸣于心 但无论记得与否 她都曾是大嫂 我也不过是二弟 小姐 你到底吃了啥药啊 怎么突然就失忆了呢 小姐 他们老问我 我真不记得你吃啥药了 我就记得 他们刺了你一剑 我现在真想把自己的脑袋 敲开 找找看 有没有什么落下的 小姐 你不会连我都不记得了吧 你记不记得 你是怎么捡的我 我跟你一路 从圣衣派来公家 还有我们第一次 从公家逃跑的时候 太好了小姐 你没忘了我 我爱你 你别忘了我 来 来 来 回不到最初时候 你说爱你就让你解脱 不停的折磨 你我都清楚 剩下只是回忆在哪装 只是不想认输 只是不能不在乎 曾经承诺自知都记得清楚 谁比我难过 谁泪流最多 谁能缓解心里的落寞 爱所以会宽容 你为何总觉得不够 一转身把握的一切 都来走 不停的折磨 你我都很清楚 剩下只是回忆在哪装 只是不想认输 成为这寂寞 爱更难过多 我到底在哪裏 除了差错 握不住你身后 只剩两个人好好躲 到最后你还是离开我 是你我难过 是泪流最多 谁能缓解心里的落寞 爱所以会宽容 你为何总觉得不够 你转身把我的一切都带走 爱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